他在监狱里每天吃的都是炸鸡汉堡 偶尔想快乐一下 还会有点狱长亲自送来报纸 里面夹的全都是犯人们难以奢求的香烟 别人称呼他为老大 可与众不同的是 这老大根本不会打架 甚至刚进来时 每天都被人揍的是鼻青脸肿 因为他靠的从不是暴力 而是脑子 男人名叫老黄 原本是一个再正直不过的检察官 可因为一次意外 导致一名犯人死在了审讯室里 他也因此被判了15年监禁 然而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 这名犯人患有哮喘病 所以随身都会携带着哮喘喷剂 但老黄清晰记得 他在临走的前天晚上 并没有收走对方的喷剂 怎么就会突然死于哮喘发作呢 其次案发后 那瓶喷剂也不见了踪影 这谋杀的简直不要太过明显 原本老黄想要上诉 可李厅长却告诉他说 现在证据不足 即便是上诉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你不如听我的 先乖乖承认罪行 等我向法院说明情况后 说不定只判个失职而已 但谁又能想到 老黄认罪了 可在法庭上 李厅长却一句话没说 甚至等老黄被判刑时 他还像看敌人一样盯着对方 老黄始终想不明白 李厅长为何会这样对他 直到在后续的新闻里 他终于是看到了答案 原来他抓到的犯人 曾涉及一处地皮的开发问题 这里与蓝海交应 只要能开发成度假村 那必定能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问题是 这里又是候鸟栖息地 一旦破坏了生态环境 那迁徙过来的候鸟 也将因为没有栖息地 而全部死亡 所以开发商和环保群体 产生了纠纷 度假村开发也被一度搁置 而眼看摇钱树就在眼前 黑心商再也忍不住 这才想出个蒙蔽之计 他们找来了一群打手 伪装成环保队 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 这样一来 所有人都将被抓走 再也无法阻拦度假村的开发问题 而死掉的混混 正是打手团的其中一员 老黄原本已看透阴谋 也马上就要查清背后组织时 谁曾想这混混却突然死了 但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等暴乱的行为结束后 李厅长作为代表人 竟然参加了度假村开工仪式 而看着他风光满面的模样 老黄终于是明白了一切 也看清了一个官商勾结 外表正义却道貌黯然的李厅长 想必犯人的死 就是他在背后坐的手脚 然而这看透又有什么用呢 此时的老黄已自顾不暇 因为在这所监狱里 可是有不少犯人都拜他所赐 果不其然 老黄刚来的第一天 这些犯人就按捺不住 纷纷就向老黄开始寻仇 老黄过得可谓是宝金风霜 跳操被人训斥 休息被人发泄 每天不是挨打 就是在挨打的路上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这天监狱教官碰到的难题 他的家人因经济纠纷 和人打起了官司 教官原本想咨询下董行的人 可能进这里的 不是坑蒙拐骗 就是杀人放火 没一个能出主意的 也就是这时老黄的机会来了 果然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经过老黄几句点拨 原本复杂的经济纠纷 瞬间成了不要紧的小案件 而在生活中 谁还不碰到点麻烦事呢 一旁的教官也有些问题 可到了老黄这里 全都能被专业知识一一化解 一时间老黄名声大噪 不只是监狱教官 就连很多犯人 也开始找他请教问题 老黄成了明星红人 而那些原本和他不对付的 也都被教官狠狠修理了一顿 甚至点狱长隔三差五 还要来问一问这位特殊的犯人 但老黄好就好在 他从来不为一己私欲作恶事 凡是收到的各种福利 全都会分享给周边的狱友们 没出多久 老黄住起了单间 虽不说是锦衣玉石 却也不至于再饥寒交迫 身边的人们更是对他敬重有加 可是被冤枉入狱的谋杀案 还是成了他心头的一根刺 直到这天 一位新来的犯人将彻底改变结局 这人其实没啥本事 整天就靠着欺骗女孩维持生活 但巧就巧在 他曾经也参加了度假村的暴行活动 在一次和狱友聊天中 这才被老黄给听到 经过对小伙的调查 老黄也算明白了全部缘由 他们受一个黑势力组织 混进到环保队里故意发动暴乱 而组织他们的人 正是李厅长身边的一位地产商 这下所有的关系网全部梳理清了 老黄也终于等到了一次逆袭机会 但今非昔比的是 如今的李厅长步步高升 已经成为了地区候选人 如果不能在选举前打败他 恐怕后面就更无法翻盘了 好在诈骗犯都有个特点 那就是脑子都绝对够用 既然老黄无法出去 那他就培养一个新妇帮他做事 而这个选定之人 正是天天欺骗女孩的阿江 原本阿江并不想帮忙 可老黄不仅能帮他出狱 甚至还答应了一笔不菲的报酬 在反复的权衡下 阿江还是答应了 而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 也在此刻正式开演 老黄先是教了很多法律知识 让原本就靠着欺骗为生的阿江 更是成了一个会法律的诈骗犯 等阿江出狱后 他的老本行也开始了 阿江伪装成了一名高材生 在参加一场公益时 成功吸引了开发商的人事美女 等对方熟税后 那些不可告人的资金往来 全都被他禁收眼底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 想要翻盘就需要案件的重新申诉 而负责案件的嫖检 还是李厅长的心服亲信 更是不可能重新调查了 可越是这样 阿江的用处也就越大 这次他伪装成了一名年轻检察官 靠着老黄的提前科普 他将每个人喜好都摸得透透的 在一层层的关系拉近中 也算成功吸引了嫖检的注意 但建立印象只是第一步 如何利用才是重中之重 阿江放出了一个大招 他将李厅长贪污受贿的证据 全部都交给了嫖检 虽然对方肯定不会举报李厅长 可一颗炸弹已经中在了对方心里 果然嫖检对这个阿江很是赞赏 甚至出门时都毫无防备地让他在屋内休息 等嫖检走后 真正的计划才算开始 阿江找出了老黄的上诉申请 在模仿完嫖检的笔记后 一份完整的开庭证明也就有了 随后再将申请递交给法官 就是想阻拦也都为时已晚 法院成功受理了老黄案件 并通知了李厅长按时出庭 而当他听到消息时 整个人都直接傻了 李厅长找到了嫖检 怒斥着他到底为何针对着自己 嫖检想要解释 可李厅长却根本听不进去 李厅长生气地走了 而嫖检也不是个好惹之人 他派人抓来了阿江 并发现了这个诈骗犯的真实身份 眼看阿江就要被重判 也就在这时 他的脑子却飞速转动 想到了一个很是精妙的反奸计 其实阿江的方案也很简单 李厅长虽然有权有势 可他的秘密注定是个定时炸弹 与其整天合虎相伴 不如在老黄身上赌一把 一旦老黄能借机翻供 那李厅长不仅会立刻下马 嫖检还能趁机上位 往更高的位置爬上那么一层 果然嫖检心动了 因为他心里也清楚 肮脏的李厅长绝不可能胜出 终于伴随着开庭 老黄也迎来了人生逆转 老黄在监狱里待了三年 这三年之间 他无时无刻不演练着这一天 首先是阿江的证词 作为同样参加暴行的人员之一 阿江对死去的犯人再熟悉不过了 这人患有哮喘病 并且天天都会携带着一瓶哮喘喷剂 也就是说 这瓶喷剂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失踪 其次通过对开发商的调查 发现其和李厅长有着密切资金往来 换一句话讲 李厅长想要开发度假村赚钱 结果却遭到了环保队的阻拦 好不容易派人轻走了环保队 没想到老黄却死抓着案件不放 如果说犯人死了谁获利最大 那肯定属李厅长无疑了 只可惜的是 这些都是间接证据 并不能证明是李厅长杀的人 모든 살인사건에는 동기가 필요합니다 看着李厅长死不承认 老黄反倒是不着急了 因为在蚂蚱临死前 看他蹦的几下才是最洁气的 老黄又拿出了一份证据 这是李厅长和他手下的对话记录 其实在案发当晚 就是李厅长拿走的哮喘喷剂 他想让手下拿去扔了 可转头又不放心 于是便自己将喷雾剂扔到了汗江里 而为了让事情不暴露 他答应给手下升官加决 并承诺会给一笔丰厚的报酬 但谁知人心叵测 等事情平息后 李厅长不仅没有履行承诺 反而还暗中使坏 在这层层的打击下 谁又能拒绝老黄的贿赂呢 手下被老黄收买 而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老黄 在一次和李厅长的见面中 成功录下了一段关键证据 酱丰厚的� Driver 他泽的 OH dud 诶 кноп瓜 爱可以 你avi 全致 é 我 真 你 这 至此,李厅长终于被绳之一发 虽然这正义迟了点,但好歹也算来了 假如生活里注定存有黑暗 那么我希望你终将能找到自己的曙光